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这个沙漠金 钛金属 背板颜色更加接近于玫瑰金 边框颜色则会更深一些 质感这款拿捏得不错 我觉得要比去年蓝色是好不少 这里大伙也可以在弹幕上走一波 今年这个新配色满分十分 你会给几分呢 当然 Pro 系列产品线上 如果要选一个最佳新配色的话 我依然会投给iPhone 13 Pro上的远分蓝 真的是独特且耐看 这次 16 Pro 系列正面的屏幕黑边进一步收窄 真正意义上的四边等窄 尤其是 16 Pro Max 这种大屏加窄边框 真的是有种整块玻璃握在手里的感觉了 视觉冲击力要比 16 Pro 更大 就是啥时候能把正面这个大腰丸也做成屏下 那就完美了 标准的后摄从方形对角排列变成了竖排 就是这次的配色吧 真是不如去年15标准版来的高级 说着白色 16 标准版都是高饱和度的配色 我们手上这台蓝色 蓝的有点偏紫 背面还有一个微小的瑕疵 感觉首批品控问题确实会相对多些 近几代 A 系列处理器的理论性能依然是很强的 但是散热依然是老大男 16 这一代 苹果总算是强调机身散热了 直接来看一下实测 首先是老朋友原神 极高渲染精度 864P 16 两台 Pro 帧率都很稳 游戏过程中也没有降亮度 整机功耗竟然只有4W和4.2W 机身最高温度也就42-43度左右 对比同样是升级的iOS 18 加游戏模式的iPhone 15 Pro Max 帧率稳定性 功耗 发热 均有不错的改善 iPhone 16 上的 A18 算说GPUR是5核 比A18 Pro少了一核 而且CPU的二级缓存 系统缓存都少了一半 但是原神表现和两位大哥区别是不大的 看这个功耗区间下 A18和A18 Pro表现是非常接近的 而如果是对比安卓阵营目前最强的8进3 天地9300 iPhone 16系列的功耗要低不少 再来看一下新铁 黄金的时刻 两台 Pro 平均帧率依然是比较接近 分别是45和46.1 整机功耗分别是4.8W和5.4W 我们测了两次都是Max版本 要比Pro版本功耗高0.6W左右 机身发热接近都在46度 对比上代15 Pro Max 平均39帧 4.8W 依然是有不少进步的 相对来说 16标准版在这个场景下 就没有两位大哥来的门了 平均是38.9帧 整机功耗是5W 游戏过程中 屏幕亮度依然是强制降到了130尼特 A18 Pro更大核心规模的GPU 在此优势显现 但是从整机的性能释放角度来说 这代iPhone的持续性能释放上限依然不高 Max最高是5.5W Pro大概是5W 实际游戏性能提升 更多是来自于A18 A18 Pro本身的能效进步 在压力比较大的黄金的时刻 因为处理器无法持续释放更高性能 这个时候帧率会出现明显波动 如果能到整机6.5W的性能释放 就比较完美了 天玑9300和8件上的K70 Ultra 爱库12 虽然说平均帧率更高些 但是新铁最新版本 渲染分辨率和iPhone相差挺多的 功耗同样也要高不少 在7W以上 至于散热嘛 改进是有的 热相仪呈现了测温图来看 16系列的热源会更快的均摊开来 而不是之前15系列主要集中在一小块 激热会更加明显 这代iPhone16玩玩原神啥的 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帧率更稳更高的同时 功耗发热也要更低 从爆料到发布 iPhone16 Pro的充电功率 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最开始是说支持四手 后来说支持四十五瓦 因为3C认真中心显示 最高支持的充电规格是15V3 那么先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8月份我们对于iPhone充电四十瓦爆料的预判 所以今年iPhone16 Pro上四十瓦快充 我觉得可信度依然不高 而且快充还得看实际的高功率 坚挺时间 回血速度 如果上了四十瓦 但是高功率只能坚挺十几秒 也没啥软用 16 Pro Max如果能够稳定输入三十瓦的快充功率 我觉得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实际拿到手一测 你说它快充功率有没有提升 那确实是有提升 比如说在高负载游戏跑分场景 亮屏充电能够短暂充到38瓦 但只要不跑这些应用 正常细频充电都在27-28瓦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38瓦 一部分是在高负载场景给主板供电用的 并不是实际的电池充电速度 16 Pro 16标准版是21-22瓦左右 15分钟快充电量对比上代都有提升 但是依然是远远落后主流安卓旗舰的水准 只能说 Only Apple Can Do 今年iPhone 16标准版依然是6奢资刷新率 属于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了 在这里大伙也可以预测一步 你觉得iPhone标准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高刷 当然高刷现在对于手机来说 压根不是什么更高成本 更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毕竟安卓千元机甚至百元机都有高刷 iPhone标准版迟迟不上高刷 我觉得纯粹是用最低的成本让Pro获得一个显著的差异化卖点 而且iPhone 16标准版官方标志的户外分支亮度提升了2000尼特 去年iPhone 15标准是达不到的 难不成又重新定制了60Hz LTPS屏幕 当然对于屏闪敏感的用户来说 应该还是会比较关心 今年iPhone 16系列的屏闪情况 实测下来还是480Hz低频PDM调光 我们也是测试了一波SVM值供大家参考 16 Pro 16 Pro Max对比上代是没啥变化 200尼特以上区间调整亮度 占空比变化不大 中高亮度SVM值在0.38左右 但是100尼特以下区间就会超过0.4 50尼特以下亮度区间 占空比会明显降低 黑条会变得很粗 30尼特以内这种暗光环境 SVM值会超过2以上 16标准版因为是LTPS屏幕的关系 中高亮度SVM值相对Pro表现稍好些 在0.33到0.23左右 不过低亮度区间依然是都超过0.4以上 总体来看 这代iPhone的PW的调光策略是没啥进步的 支持一尼特最低亮度和护眼其实没啥关系 反正欧拉的屏幕手机 大家尽量不要在黑灯瞎火的时候一直玩 尤其是低频PW调光的机型 iPhone 16发布之后 官网机型对比参数页上 有一个抗反射镜头图层的描述 原本我以为是改进炫光鬼影的 但实测一对比 16Pro Max和15Pro Max同一场景 炫光鬼影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那也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了 在夜景灯箱比较复杂的场景里 镜头的炫光鬼影还是会比安卓旗舰更严重些 而且现在去看的话 这行描述貌似又去掉了 不过可能是新处理器平台的关系 这代16系列主设的夜景灯箱高光还原能力 对比上代是有所提示了 比如说原来15Pro Max灯箱会出现过曝的场景 16系列表现会相对好些 说相对好些是因为对比安卓旗舰 夜景拍照这一块 部分灯箱还是会容易出现过曝 尤其是些高亮LED灯箱 长焦方面 16Pro从上代三倍变成了五倍 不过对于部分iPhone用户来说 估计还是会更喜欢原来的三倍 因为苹果依然没有解决三倍到五倍 中间焦段画质下降的问题 光靠主摄彩线是不够用的 这颗五倍长焦我们简单体验一下 对比上代几乎是没啥提升 还是1200万像素 光线好的时候还行 但是在部分光线不是特别亮又不是特别暗的环境里 噪点的锐多 五倍往上的十倍 因为没有高像素裁切 加上底不算很大 解析力是不如安卓超大倍的 不过传统优势项目上iPhone 16 Pro系列 今年又得到了进步加强 现在可以拍摄4K120帧视频 视频能力属于是120先 在iPhone 16发布之前 爆料消息里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拍照按键 但是两天体验下来我目前的感受就是不好用 一个是位置比较淡疼 竖屏转的下随手按得调整一下手姿 不顺手 除非你是经常左手持肌 那么用无名指操纵还行 横屏转的下又因为这个按键位置太靠中间了 除非你是手足够大 要不然食指够到这个位置还是会比较吃力 关键是作为拍照快闷键 手感是明显偏硬了 也没有凸起设计 如果双手没有稳定握持的话 容易按下的同时画面出现轻微晃动 滑动调整变焦条可操作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需要反复滑几次 不如原来的UI波轮 或者说直接在侧边屏幕上滑动的效率来的高 当然也有可能是两天时间 还没有彻底掌握这颗按键的最佳打开方式 后续再体验体验下结论 简单小见一不 这次iPhone 16系列能够感知的升级主要还是A18、A18 Pro的能效进步 加上机身散热加强后带来的游戏续航提升 目前来看对比安卓阵营8进3、913 原神接近满站的情况下功行的明显更低 续航虽然说还没有详细测试 但是理论上对比上代肯定是有提升了 毕竟iPhone 16系列的电池容量相对15系列都变大了 主摄夜景效果有所提升 但是还是打不过安卓插道杯 视频能力进步加强 其他方面依然是 比如说标准版2024年6000元起步的机子 还在用6摄子刷新率 128GB的起步容量就有点离谱了 传说中的45W快充属于是炉块 实际充电还是电力速度 充电发热也挺明显的 屏幕依然是低频PW调光 5倍长焦画质基本没啥进步 当然因为体验视频的时间有限 iPhone 16、16 Pro、16 Pro Max 我们也会抓紧时间完成全面测试 屏时再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其他方面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